大家好,现在我们开始学习按诊的内容 按诊的运用相当广泛 由于现在中医院校的学生同时学习西医课程诊断学基础 该课程也介绍望处扣听的诊查方法 因此临床上常于西医的处诊扣诊等等交叉结合使用 使得按诊的范围和方法有一定的拓展 本课程主要概括性的介绍如何通过按诊 诊查、凉热、肿胀、肿块、疮痒、疼痛 以及针灸学当中常运用的按书血 首先我们来看看诊查凉热 那么诊查凉热是指通过按肌肤的凉热 以了解人体阴阳的盛衰 表里虚实和邪气的轻重的一种诊查方法 如病人发热、体温升高 可通过触摸额头部的肌肤而了解 如果病人告诉你四肢发凉或者发热 可通过触摸病人的手足 而了解病人是一种自我感觉呢 还是局部的温度的确是偏凉或者偏热 一般来说肌肤寒冷多为寒症 深冷知觉而大汗淋漓 伴有面色苍白脉微欲绝者 这是亡阳的表现 如果肌肤灼热反映阳热吃剩 如果汗出如油 伴有四肢肌肤上温 而脉造极无力者为亡阴之争 如果身灼热而知觉者 则属于真热假寒的表现 第二个方面呢 可以用按诊来诊查肿胀的情况 如果病人基表某个部位出现了肿胀 通过按诊呢 可以了解局部的浮温是否升高 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寒热性质 通过按诊可以辨别水肿和气肿 如果以手按之局部凹陷 起脂后留有压痕 如果水胀不能马上起来着 这种情况呢成为水肿 是由于水失抑郁肌肤而导致的 如果以手按之有凹陷 局部的皮肤粗厚 手抬起来的时候呢 那个凹陷也随之而起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称之为气壮 属于气肌庸致而导致的 通过按压病人的顽腹等部位 还可以了解是否存在胃碗呀 或者腹部的胀脉等等情况 例如如腹部胀大 如骨之壮 这种情况呢 我们称为骨胀 骨胀当中有气骨和水骨的鉴别 所以可以通过下列方法进行 两手分别放在腹部的两侧 对称的位置 一手呢轻轻地扣拍这个腹壁 如果另外一手有波动感 按之如囊裹水者 我们就称为水骨 一手轻轻地扣拍腹壁 另一手没有波动感 一手扣鸡如鸡骨之 喷喷燃着 属于气骨 第三个方面呢 可以用按诊来诊查肿块 通过按诊 可以帮助了解体表体内 是否有肿块 以及肿块体积的大小 位置的浅身 质地的软硬 以及活动度等等 从而呢 为判断疾病的性质 提供一定的依据 比如说腹内呢 按之有肿块 推之可疑 或者是痛无定处 聚散不定者 这种情况呢 终于把它称之为叫夹或者聚 说明了病在气氛 如果肿块是痛又定处 推之不移者 终于把它称为针或者鸡 认为病已经到了血分了 所以呢 通过按诊 可以帮助我们判别 这个肿块是在气氛 还是在血氛 是夹剧 还是蒸鸡 第四个方面 通过按诊呢 可以诊查疮痒 前面我们在望皮肤的时候呢 简单的给大家说了一下疮痒 触按疮痒局部的软硬 以及有无着手之感 可以变寒热虚实 以及是否成浓 例如 如果这个地方按上去 肿硬而不热 根盘呢 是平塌慢肿者 往往属于虚属于寒 如果局部红肿 按之着手 并且呢 根盘紧束 这样的疮痒呢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庸 多属于实症热症 如果按之硬而热不慎着 为无浓 如果按之边硬 顶软 有波动感而热慎着 为有浓 第五个方面 通过按诊 可以诊查疼痛的情况 通过触摸 按扣病人的疼痛部位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疼痛的轻重程度 分辨疾病的虚实 一般来说 如果这个疼痛的局部 肌肤是乳软的 按之痛减 为虚症 如果说疼痛 拒按 也就是按之以后呢 加重 往往属于实症 如果轻轻的按 就感觉疼的话 病在表前 如果重按才疼的话 说明病在深部 例如 如果病人右小腹部 出现疼痛 按之 病人感觉疼痛 而且疼得明显了 或者甚至有时候呢 松手 他还疼 这种情况叫反跳痛 那么这种往往提示有长庸 如果病人齐周疼痛 按之形如筋结 久安之后呢 手底下感觉会转移 或者感觉只下有一种 蚯蚓蠕动的感觉 或者呢 你发现腹壁凹凸不平 按之起伏聚散 这说明腹中可能有什么 有虫肌 按之的最后一部分呢 就是按输血 因为内脏的病变 常常在体表相应的部位 存在一些反应点 按输血就是 根据经络学说的原理 通过按压观察 血位的变化 来判断内脏疾病的一种方法 以后大家在学习针灸 学相关课程的时候 老师会给大家详细讲解的 下面呢 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看看 针灸专家在临床上 是如何运用按输血的 让大家呢 有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 进入临床当中 咱们要了解内脏的一些疾病 主要通过按压输血 主要是指临床常见的一些 十大类的特定血 主要是指圆血 背输血 下颌血 等等这些输血 按压的时候呢 要主要是要注意观察局部 有没有调索啊 节节啊 或者其他的敏感反应 像压痛等等 背输血是脏腑之气 在背部的一个输注之处 背输血呢 位于膀胱筋的第一侧线上 第一侧线呢 是在后阵容线 旁开1.5寸 肺输血是在第三胸椎击涂下 第三胸椎击涂下呢 正对的是肩胶上脚 肩胶骨的上脚的位置 这个后中中线和肩胶上脚之间 这个肩胶骨居住圆这个位置呢 是三寸 中分以后正好是1.5寸 这个位置呢 就是一个肺输血 触摸的时候呢 是要按压的时候 首先是先轻轻地出一下 看看有没有肌肉的紧张 有没有调索节节等等 然后呢再轻轻地按压 如果这些东西有敏感的反应的话 就说明这个胸肺脏呢 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下颌血呢 是六腑之气 下颌于竹山羊精的一个六个疏血 临床常见的呢 主要是竹山里 竹山里血呢 是在嘟鼻下三寸的位置 嘟鼻下三寸 颈骨前击 外侧一横子的位置 去找到竹山里血 竹山里血的时候呢 按压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 你需要去触摸一下 局部有没有紧张啊 节节啊 调索 或是按压一下 有没有压痛 在一些胃痛的一些疾病里边 那个病人里边呢 这个压痛还是比较常见的 关于按诊的内容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